许美市三重 三十一号凌晨 惊传男童坠楼意外 紧急送医后 依然宣告不治 根据了解 坠楼的男童父母离异 平时和妈妈 姐姐 妹妹同住 开学前夕 却从住家大楼十楼坠落 终于抢救无效 警方到场勘验 追查事发原因 是否为男童家庭因素 或与课业压力有关 九月一号开学前夕 传出令人遗憾的意外 学童面临的身心状况 也受到关心 除了课业 家庭关系也是需要重视的一环 疫情趋缓 孩子回到学校 家庭及学校 老师及家长间的沟通 都是重要环节 找些了解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状态 或许就能避免 类似的憾事再发生 记者 陈建安 尤涛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建安 尤涛 都不得以免若中的地区 氏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建安 尤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建安 尤涛